欢迎收看1月28日的诗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我是高子源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大家是不是都在准备年货呢 那诗说新闻的测评开箱节目又来了 这次测评的是Costco的年货 我们花费了不到100元 就买到了一桌子的年货来过大年 那我们挑选的年货呢 单品大多的价格也都在10元左右 让我们帮你try before you buy 那本期节目呢完全没有赞助 完全是良心的评测 告诉您这些便宜的年货到底值不值得买 同时提醒大家 我们买到了华人论台讨论度最高的Costco 辣味三样 现在呢正在后台抓紧时间的烹饪当中 那么这道菜今天是最硬的这一道 值不值得入手呢 那就请您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 一定不要走开哦 当天我们的摄影团队先后去了南加州 蒙特利公园市与阿罕布拉市的Costco 随着春节临近 Costco内部装饰的年结位也相当的足 纷纷在较为显眼的位置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年货 或许是因为近期供应链紧张 两家Costco年货的种类不尽相同 位于阿罕布拉市的Costco 可选购的年货样式相对较多 为了方便观众也能买到视频中评测的年货 我们专门挑选的是两家Costco都有 而且货量较为充足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这个小零食的评测部分 那首先问一下若然 你最想尝试的哪一款 我肯定选这个珍珠奶茶大福呀 我觉得没有人能对珍珠奶茶有抵抗力吧 确实 这边很多小女生包括小男生都喜欢喝奶茶 小男生也喜欢喝奶茶 小男生 你喜欢喝奶茶吗 老男人也喜欢 老男人也喜欢 OK 好 那我就来尝一口 我觉得这个大福除了它的名字叫做珍珠奶茶以外 它的口感完全跟珍珠奶茶没有关联 对 这个馅儿我不太清楚它不是那种波霸的那个 我以为它会爆出珍珠来 对吧 但是但是确实没有 让人吃起来有点伤感 有点伤感真的 现在就是带珍珠奶茶这个味道的东西太多了 包括雪糕啊 对 雪糕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珍珠奶茶现在已经是一个现象 对 现象级的 对 就是一个logo 就是觉得打上这个logo都好卖 那确实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好卖 因为听说网路上很多人都抢空了 但是吃起来确实 吃起来就是普通大福了 嗯 没有期待中的那么高 是的 是的 而且馅儿不是黑糖的馅儿 对 这个馅儿应该是合成的馅儿我觉得 对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奇怪 而且皮不够软糯 我觉得 对 那这个个人怎么怎么样 推荐吗 我觉得一颗半行吗 满分一百 我完全不推荐 OK OK 好 那接下来 你来选 我来选 那我就想选这个米果 因为这个米果 就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每年过年都会吃那个旺旺 雪饼 对 那我们尝一下 这个 这个 来 你先来一个 好 这个雪饼的名字叫冰冰 那它的售价呢 在costco是7块4毛9 这么一大包啊 我感觉能有64个独立包装 只售7块4毛9 7块4毛9买不了吃亏 7块4毛9买不了上当 你是它是有电视转播吗 对 我感觉我像代购的 好好好 尝一尝 我觉得这个米饼它 其实味道就跟旺旺雪饼差不多了 除了它上面没有那个旺旺雪饼那个雪 雪花的雪 哦 掰掰的时候就感觉它特别的脆 我感觉皮应该特别脆 我觉得吃到最后有点像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吃的那种自家制的那种爆米花的味道 有点那种味道 请问你说的是这边手摇这边就加压那个吗 是的 是的 然后最后爆一声那个 一大口 其实有点 对 但我觉得小时候都会喜欢 对 这个味道吧 怎么说好 因为图语就说一么人 就是它不是特别难吃 但是又不是特别好吃 那口感呢是那种 吃进去吧有点淡淡的甜 还有点咸 就是 就非常的 是不是鲜贝加米饼 对 就让你感觉又有点可惜了 没有那么好吃 但又有点欲罢不能的感觉 嗯 就是 所以把它吃完吧 哈哈可以 嗯 味道确实不错 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 脆脆的 东西 那这个呢 如果满分是100分 我的推荐度在65分以上 70 那还不错 看在它的价格上 主要是价格公道 主要是价格公道 买不了吃会买不了上当 对对一大袋 好可以吃好久我觉得 对 ok 好接下来 该我选了吗 对你选一个吧 那我选这个对吃了女生比较好的 就是大红枣 大红枣 哎这个 红枣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 Costco会出红枣 它算是亚洲零食吧 对吧 枣应该对吧 中国人蛮喜欢吃的 但是这边其实卖的更多的是那种 阿拉伯枣就是那种细细的做成那种 蜜饭的 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种蜜饭 对 这个枣真的好大 可以 大家可以看看 跟我的脸做一下比较 跟他的脸做一下比较 跟我就做不了了 跟我的手做比较吧 它确实比大部分手指头大 超级大 对确实很大 那这个红枣在Costco卖 应该是一袋 应该是9块左右 对的价格 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耶 对好吃吗 你尝尝 我觉得它的表皮是有点那种干干脆脆的 然后它里面真的很软糯很湿润的感觉 对 有水分 不错 这个红枣这么大 咬下去 确实 感觉很饱满 嗯 好吃的 好吃的 大家可以去买这个 尤其是 需要补血的女士 其实可以多吃 女生吃这个蛮好的 对 因为枣呢是可以补铁 有补铁的功效 所以我觉得 可以推荐给女士朋友们 也可以泡水啊 也可以泡水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Costco见过另外一款 就是加加热核桃的枣 其实也蛮好吃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嗯 好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 在下一个 吃什么呢 吃这个干贝吧 其实我等它很久了 因为我 祖籍来自海边 所以也比较喜欢吃这种海鲜 那是山东的吗 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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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看这个海鲜 其实就可以点个赞了 那这个干贝呢是 上面写的是Made in Japan 就是应该是日本做的 那感觉上就像是这种即食的 应该是做了一些风干处理 再做了一些这种精加工 然后独立包装在这里面 它是一整颗的这个干贝在里面 我觉得喜欢喝清酒啊 或者喜欢喝酒的朋友 如果买上这么一袋 在喝酒的过程当中跟朋友们 一块分享应该是很好吃 啥也别说了我们来尝 pun 尝一尝尝尝尝尝尝尝 闻起来像那个大海的感觉 有一个甘豆味道 好吃 好吃 对确实很很好吃 咱不吹不踩啊 就是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对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本期最爱吧 截止目前为止 非常推荐 如果100分满分 99分推荐 我98吧 ok 好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这个糕点系列 蛋黄酥 是精华 这个精华 蛋黄酥的精华 跟那个精华火腿一样吗 对对 我不知道 但是上面还有越南文 所以不知道这个精华 是不是越南的精华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比较难说 看一下它是made in commerce 就是 南加州 商业市 工业市 商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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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述 男嘉本土产的 所以可以尝试一下 那这个它这一盒里面是有八个的 八颗 把它打开 挺困难 好 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两颗一个包子 比较饱满啊 这个跟大摸手说比四五颗的呈现 确实比较饱满 然后可以尝试一下 上面还有一些黑芝麻 我看一下 好 好 其实大摸手算是 如果说过年的时候吃糕点 一般是南方人的习俗 对 包装特别的精致 主要是打不开 主要是 对 这已经 这已经尽力了 要不要来帮个忙 OK 哎呦 真的 这个包装为什么包这么紧 这MailingUS确实是 比较质量保证 结果我们这一整期节目 接下来都在打包装 1000 years later 哈哈哈哈 哎呦 真的打不开 这样吧 用最粗俗的手段做最快乐的事吧 呀 好 就这样吧 OK 好 好 总算开开了 这个质量非常过关 这个包装 可以问一问到底是哪一家 好 来尝一个吧 OK来 我不客气了 哎呦 他这皮看起来特别像那种绿豆酥啊 红豆酥外面的那种皮 对 吃起来怎么样呢 效果 我这一口咬下去挺硬的 然后我看它其实外面这个酥皮之内 它里面在咬到馅之前还有一个比较酥的一个一层就是面皮 我觉得不是很喜欢这种工艺 对因为因为一口咬下去就感觉好像比较劣质吧 就让你吃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口感不是那么的好 其实我我觉得我跟你想不太一样哎 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皮了 哦对对对确实会有人 最好有些有些人喜欢吃饺子皮不喜欢吃饺子馅儿一样 对是是是 我觉得皮好像还蛮好吃的 就里面的馅儿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点偏甜的 对 掰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面是莲蓉了 就是莲蓉然后包了一个蛋黄对 鸭蛋黄应该是 我觉得还是挺实称的这个馅儿哈 对馅儿馅儿倒是挺实称 但是我觉得这个皮我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个口感 但可能喜欢吃皮的小伙伴就强烈推荐这一款 那100分你会打几分 50以下吧 50以下那我打60吧几个 OK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同事来上今天最硬也是最贵的一道菜 就是这个腊胃三样 好谢谢 谢谢这位同事 那这个腊胃三样呢大家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有 腊肉 腊肠 还有鸭腿 对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包装 然后我们每个就弄出来一点去蒸了一下 对只放了一小一小部分 因为腊肉还是会比较稍微有点油嘛 我们是蒸的 那差不多蒸了能有40多分钟 然后就呈现出现在这种效果 其实说实在Costco能卖辣味还是我还是有点surprise 对对第一次看到 那大家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腊肉真的表皮比较硬 感觉就像有点像红烧肉 对红烧肉的那种感觉 但是感觉就会吃起来就会很硬 所以呢 可以先尝试一下 请吃 还不错 软吗 皮有点硬 但是肉是软的是吧 对肉是软的 味道上 我觉得特别 有没有中国辣味的那种传统的味道 有一些 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吃这种偏甜的这种辣肉味 就是它所谓的偏甜它可能里面有一点点的香料的味道 带一些香料的味道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这种 可能偏南方口味一点吧 也可能 对 但是如果特别喜欢那种辣味的朋友们 其实可以去买一下尝一尝 因为它和比如说咱们本地的一些烧辣 比如说三合烧辣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店家卖的那种传统烧辣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对 口感和味道都有点不一样 喜欢吃包仔饭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去Costco买 然后做包仔饭 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于包仔饭一点 我觉得 好接下来就是 腊肠 这个腊肠切得非常的艺术 哎呀 真辣 没关系 这段剪掉 真辣肠切 搞错了 再来 这辣肠怎么切得又硬术了 真辣肠切得就非常细 片着非常的薄 看起来就特别的没有食欲 所以其实在吃之前我特别的挣扎 赶紧尝尝味道吧 观众朋友们特别想知道味道怎么样 什么味道 也就那么回事吧 就是和刚才的那个味道差不了太多 我觉得个人来说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就是有点不伦不类的味道 又偏甜 然后又咸 然后里面又有一种那种 酒的味道 对 有一种那种感觉 所以个人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吃 所以说其实美国超市出的这个中国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慎重的去选择 对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就是我个人不是对辣味特别感兴趣 但是可能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尝一下 没准会觉得特别像我家乡的味道特别道地 那也说不准 是这样子 除了这个腊肠特别细以外 其他都蛮不错的 色泽呀 包括它里面这个蒸完了之后 它油出了不少 所以不会特别腻 其实不会特别腻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鸭腿 我主要是没整明白这个鸭腿应该怎么吃 可能扎一小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还是比较好剥离的 确实 应该是吃狠转的质地吧 这个鸭腿 看着肉中带皮皮中带肉 肉皮胶容的这种感觉 觉得看起来比较有食欲 但是还是觉得会稍微的有点油 你要不来一下 不用了 细节 好 那这个我们尝尝这个鸭腿怎么样 跟大家报告一下 吃完有一种怀孕的感觉 简单来说就是想吐 而且还是孕前期的感觉 就不是说 就不是说特别的好吃 又有一种怪味吸上了我的味蕾 就是有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所以不推荐 吃起来有点像 有的时候去Universal或者迪士尼 你去买那个火鸡 火鸡腿 但是没烤熟的那种火鸡 或者生了很久那种火鸡 所以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 可能辣味它本身就带有一种那种 就是年代 对因为它腌过嘛 就是是腌过的肉 风干的肉 所以它可能 这个风干记忆不是 我们平常接触特别多的记忆 对吃起来也会比较怪 好 个人来说 辣味 推荐度6 OK 6 6颗星 满分是 满分100分 好好好 除了上述评测商品外 Costco也有价格较高的年货 例如49块9毛9的燕窝 99块9毛9 有用小老虎样式的瓶装的XO9 以及22块8毛8元的人参茶等 不过这些商品超出节目组预算 因此只能带您看一看 Costco贩售的花卉盆栽也非常受到华人欢迎 其中这个22块9毛9元的花卉装饰特别受欢迎 看完本期评测节目 您所在地的Costco还有哪些年货值得推荐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 说了这么多 那紫月你觉得最满意的零食是哪个 今天绝对送给干贝 我觉得它是特别棒 所以推荐度99分 很好吃 非常好吃 那我要再挑一样的话 我可能会选大枣吧 因为我觉得首先它这个比较健康 而且还比较适合女生吃 然后价格公道 而且质量也不错 所以我就选大枣 确实还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好吃的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可以这么说 对 好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测评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你觉得 欢迎您留言 点赞 转发我们的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不断推出好节目的动力 最后呢我们祝您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